说到日本 让你想三个词语 最先浮现在你脑海里面的三个词语是什么 美食 干净 舒适 是战争嘛 就是清华 动漫 第三个我觉得是各种电子产品 第一个应该是动漫吧 严谨 有点可怕 因为毕竟南京大屠杀1937年 那个才一百年还没过去嘛 所以那个欧元福的问题还是时常在提 那么中国的新闻上是怎么描述日本的 都是负面的 应该好像都是负面的 比如说日本的自卫队的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 关于日本的那种文化方面的话 感觉也没有多少体积 大部分都是政治方面的 现代新闻要先眼球两个极端嘛 一个是它特别现代化很干净很礼貌 你自己去看书或者看电影去 或者看视频去了解这个地方 但不会去觉得新闻会怎么样吧